沉默的夏 寂寞的时候有个白 日子在忙 也有人一起吃早餐 虽然这种想法 明明就是太简单 只想有人在一起 不管明天在哪里 爱情不容 十人三心 两意 遇见温然坚持的交集 错过多可惜 如果我是真的 决定付出我的心 能不能有人告诉他 别让我伤心 来 感觉爱静静的抱住你 扫动你的心 遮住你的眼睛 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 每次当爱在靠近 都好想在等你要怎么回应 天地都安静 唯一不完可是你的决定 诶 有人还记得啊 其实 我那天算一算 入行到今年就是不连幕后 就是出片到今年真的整整二十年 这个确实需要鼓励一下 真的 我不像这个意思 真的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也知道这些年有一些人会写信给我说 乃昌你背叛了我们 你不应该去结婚的 你应该要单身一辈子 高唱一辈子的孤单 就因为这样子他回家 他爸妈逼他结婚的时候 他就可以说 那刘洛英也还没有嫁啊 但其实这不重要 毕竟我也虚长几岁 虽然看起来 真的好多老变口 幸福不是情歌 不是唱完就算了 不是一坦克 有时有不停的眼泪 有你想不到的苦涩 幸福不是情歌 不是偶尔来错可无法被预测 他很真实的 温暖你每个时刻 他很真实的 温暖你每个时刻 因为她都在试过 他是想不到的 非常喜悦的